进入原始森林的第十四个小时 意外发生 我还是迷路了 夜晚的热带雨林更加极端 冰冷的河水 漆黑的环境 我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折磨 前行举步维艰 但命运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奔跑的人 河流的尽头是一片陆地 我需要找到一个隐蔽的落脚之处 这个夜晚才能平安度过 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找了一个靠河的地方 眼睛特别的辣 浑身都湿透了 找到了陆地 接下来就轻松了很多 在我进入原始森林的第十七个小时 我终于看到了人类的生存痕迹 这一片片倒塌的木屋足以证明 这里就是卡玛纳土著人的家 我终于到了 这是多么珍贵的影像 卡玛纳人把房屋建在树上 这种古老的记忆在全球都极为罕见 他们用树干做楼梯 垂直九十度 没有任何安全辅助 原始文明的鬼斧生工让我惊叹不已 满身的疲惫和困乏在此刻烟消云散 之前的付出总算没有白费 我要立刻进入传说中的树屋 向历史证明卡玛纳人的真实存在 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三万年前 自古以来就是在这片森林里自语自足 整个房屋的建设不借用任何现代化工具 棚顶 还有地板 用的都是树皮 树干与树干的连接处呢 就用这种树藤来加固 这个火堆是晚上生火的 可以驱赶蚊虫 贸然的拜访并不礼貌 首先要得到主人的认可 但是主人在哪里 直到一阵歌声打断了我的思考 我的话 我的话 像和氏 鈣 找什么 对 你